不管是有一個什麼 對生命怎麼樣的傷害 無情都會有一個淨頭的數據出來 但是要難過人了 那就是慣慣了 隨便會上自你鄉頂蓬船 不可以站起來擁有自己的背景 要求船長五千萬 一定要趕緊中期地帶趕緊蓬船 如果我去吃藥都吃不中 我好像真的沒錢了 我吃這個到十萬元 我還說這個問題 拜託的 我給你說一粒五十歲 蓋旁邊 我很多尊重 我給大家這樣健康 為了中村在庭頂蓬船 十幾年的紀帝台 冠出社區 自立鄉頂蓬船民 十九號晚上照開火機 去應眾近百位船民 前來參加 並且參加上前任的叔叔 要求出座長大 讓紀帝台的出租 可以帶領村民的心聲 在年代政政 拆讀紀帝台 我本來沒有要開這個火 我就要求說我們村長 然後跟我們的代表性跟他們溝通 你一個竊節書拿那個合約書給我們看 是不是真的年底要拆 還有說什麼時候要拆 把竊節書把它寫出來 結果你看他們本人夫婦你看 都不敢來現場 我們是良民不是報名 就是希望他們拆掉 換百位 越快越好 當然 馬上 不要啦 不要啦 太久了啦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他就把我們騙一次了 以前騙過一次 他把那個發射台 他把那個發射台 揮起來 我們就沒有看到 我們就不知道 結果已經拆掉了 這個基地台 目前就是農中主持 現在已經進捷的狀況出來了 有了頭暈還有癌症 會中有傳民提出 一所協助的贏上 這次基地台 拆架加重設備 換他拆架 並沒有要拆除 拆架 這個村長 六千元 台都不夠共和 他就讓會議 是萬千輸去 對出六千元表示 他是希望他優先的手段 來解決這件事 面對傳民的要求 他將幾十後期 先將基地台等電 來作為第一步 結論是 一週內斷電 然後 3月14號之前 拆除設備 對 剛剛民眾講說 可不可以不要等到 明年3月這部分呢 因為斷電是最快的 斷電的 斷電的方法是比較快 因為拆除設備的話 還有技術上要克服的問題 十幾年來 自立鄉頂端川民 不斷用頂競 以及控育店的方法 要求基地台業者 要帶離社區 人口密集的地方 但都沒用 讓他們是很萬賺 去生自己的健康 就是給別人賺大錢 記者 給予說 最後報導 感谢观看